左营高中是全台湾第一所开设舞蹈班的高中学校 从民国73年开班至今 培育出许多在舞蹈界相当优秀的人才 而今年更获得教育部109学年度教学卓越银子奖 让全校师生倍感振奋 那当然除了在舞蹈专业表演跟创作的领域之外 也有呢 比如说现在云门当文献室主任的陈品秀 那他是从所谓的文献跟写作方面去发展 还有像那个接近山 他是在所谓的普拉提斯这样子 对于身体的使用跟运用上面去做发展 那当然有更多都是在一般的学校里面教舞跟教课 打响左营高中舞蹈班的名号 是许多学生升学优先考量的目标 从小就喜欢跟着姐姐跳舞的张雨晨 因为爱跳舞所以就立志考进左营高中来就读舞蹈班 在这边我学到很多基础的基本功 然后就把自己的身体打得更扎实 然后我希望未来可以考上我所理想的大学 然后到国外的舞团去工作 然后希望可以在舞蹈上面有贡献 然后发扬广大舞蹈这个东西 在这里学到更多的 就是练习到更多的基本功 然后也学到很多的肌肉使用方式 然后对未来的期许是希望能考到国外的舞蹈大学 然后继续在国外舞团工作为舞蹈界有所奉献 舞蹈班毕业后不是只有单纯走跳舞这一条路 左营高中舞蹈班以多元创作的方向教学 让学生未来有更多方面的发展 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也是左营高中舞蹈班第15届毕业的 然后我毕业了一业之后呢 我就回到左宗来教现在学弟学妹 那我自己本身自己在左宗学习的时候 我就觉得左宗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学校 那我自己现在当了老师之后 其实我有更发现 因为现在小孩的每个人的发展更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左宗依旧是照着这个 更把大家的路开得更开 左营高中舞蹈班在108年成立跨越创作开发的教师群 让教师们互相激荡交流新观念 让学生也能获得更多无限创意的学习环境 记者吴炳源高雄报导